戴着太阳眼镜一副休闲的打扮 台湾最美丽的欧巴桑 陈美鳳 在离婚官司打完的第二天 登上了世贸中心102层的观景台 美鳳姐心情显然不错 一面摆姿势照相 一面观赏景色 视野很开阔 人也跟着开阔了 然后你就看到每个建筑物都有它的特色 选择不提离婚的过程 但是在脸书上告知自己最新动向 也引来各方的关切以及祝福 满满的温暖 朋友 还有可能就是因为不认识的 然后在脸书认识的 甚至不是台湾的 各地的 都有来给我满满的关注跟祝福 其实是很窩心的 那 说到这里显然感触良多 我觉得 这是一种 给我一种原动力吧 正好旁边的世贸中心转运站 在近15年之后重新启用 外观像是两只伸开的手 也像争浴火重生 浴火重生这句话非常非常好 因此他特别伸出双手 做出飞翔 也是放开的动作 没有错 放手就是赢家 记者龚妈华 林慈慧 纽约的采访报道 好